今年已經有三次的路山溫柱 經過幽緣斬破 就算是這個蘇家路由翁桂 UK幽緣是最多酒 竟讓人感到路山溫柱的味道 勝利拜 UK不來 溫柱去涉嫁走就叫康連天 如今接到管副公文 通知因驕六97年到100年的溫柱稅 涉嫁就是有滿百的康水 自從爐山溫泉列入 八八豐災的特別區以後 這個地方人根本就是寥寥無幾 再加上六億水災的這個狀況 泥沙都沒有清楚的情況之下 所有幾乎三分之二以上的飯店 根本沒有辦法營運 97年就是新樂客風災 98年就是莫納客 所以其實在這兩三年 其實我們路山的生意一落千丈 假日的話可能就只有不到五成 那非假日就更不用提了 涉嫁表示 自四年前的新樂客風災 造成羅山溫柱參崗的災情一落 羅山溫柱區的UK人條 自從過去的兩者至三者 加上這四年來 不斷照顧天災 涉嫁就不斷在進行災後 服員的工作 因涉嫁一年就減少軍和國外 關乎通知叫來的溫柱稅 如果是這四年受災最參加的時尊 他們只能希望是不是可以減少他們的溫柱稅 減輕涉嫁負擔 盡量能夠體恤我們業者 因為生意就不好做了 希望能夠這個溫泉水費 能夠再跟我們減少 羅山溫柱區涉嫁 必須將來溫柱稅只會有10萬左右 比較多也就是30萬以上 雖然管府已經主動減少一半的金額 但涉嫁以外希望又減少 對到涉嫁的心聲 管府表示溫柱稅已經有扣入 涉嫁實質狀狂來減免 而且已經是全國最多 下修了 我們轄區之內 溫泉業者 他針對於離風的用水量 用水天數 以及尖峰的用水量 用水天數 來給縣內的業者 最大的一個優惠 那比較全國其他 縣市的一個溫泉取溫費的 一個收費標準 本縣的溫泉取溫費 算是最低的 管府表示 為了減輕涉嫁的負擔 管府也同意涉嫁可以分期交流 我們稅稅在20萬以後 可以分2期到6期 20萬以上可以分8期 都是從分體量到涉嫁經營 分境自家所採取的辦法 即將公交性 彩虹報道 谢谢大家